1898年,玛丽和皮埃尔居里发现了雷 雷被宣称具有修复性 因此曾被添加到牙膏、药物、水和食物里 由于雷的绿色带有光泽感 它也用于美容产品和珠宝制作 直到20世纪中期 我们才意识到雷作为一种放射性元素 带来的害处超过了它视觉上的好处 然而在历史上 雷并不是唯一看上去无害 实则致命的颜料 长期以来,我们使用三种颜料 来装饰自己及物品 白色、绿色和橙色 我们先来说说白色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 古希腊人使用铅来制作白色颜料 问题在于什么呢 铅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 进入血液、软组织以及矿化组织 铅一旦进入神经系统 会模仿并干扰钙元素的正常功能 造成的损害 铅则使人出现学习障碍 重则导致高血压 但使用这种剧毒颜料的工艺 在很多文化中持续了很久 到十九世纪 铅白是唯一用于白油画和淡彩化的颜料 艺术家为了作画 会将铅块磨成粉末 这样他们会充分接触这些剧毒的成分 这种颜料的过分使用 导致了画家的腹脚痛 我们现在称之为铅中毒 使用铅的画家会出现肌肉麻痹 心情抑郁 咳嗽 视网膜放大 甚至失明 但是铅白的质感 不透明性和温暖的色调 另包括维梅尔及之后的印象派画家 难以舍弃 没有其他颜料可以媲美铅白的光泽 这种颜料继续广泛使用 直到1970年代才被禁止 如上所述 铅白带来的危险性 与另一种颜料相比则顿时光芒 那就是广泛使用的绿色 舌勒绿和巴黎绿 是两种合成的绿色色素 18世纪时首次问世 相比于天然染料较沉闷的绿色 它们的颜色更加明亮鲜艳 因此 这两种色素迅速流行 用于绘画 仿制品染色 壁纸 香皂 蛋糕装饰 玩具 糖果 衣物 这些绿色的染料 由某种化合物制成 这种化合物称为 生酸酮 人如果接触身 会损伤细胞通信级功能 高剂量的身 与癌症 和心脏疾病 直接相关联 因此在十八世纪 纺织厂工人经常出现中毒 且据报道 穿绿裙子的女性 因皮肤接触裙子上的身 而昏倒 还有传言说 臭虫也不会生活在绿色的房间中 人们甚至推测 拿破仑就死于慢性身中毒 因为他睡在自己那铺着绿色壁纸的卧室 这种剧毒绿色颜料的配方 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直到1822年发布了深的配方 一个世纪之后 这种绿被改变用途成为杀虫剂 合成绿色染料 或许是广泛使用的颜色中最为危险的 但至少它并没有雷的放射性 而另一种颜色则具备这一特征 橙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陶瓷餐具制造商在采釉中 使用氧化油是非常普遍的 这种化合物能够产生鲜艳的红色和橙色 如果不是因为其放射性 这些颜色都是吸引人的特色 当然 放射性是在19世纪晚期才被我们认识到 更不用提在更久之后才发现 与辐射相关的癌症风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政府没收了全部的油 以发展核武器 然而在1959年 原子能委员会放松了管制 油重新回到了瓷器和玻璃工厂 接下来十年中生产的橙色餐具表面 很可能至今仍然具有此危险特质 连经典餐具品牌Fiestawear都有放射性 虽然在餐架上摆着时 辐射很低 不至于构成健康威胁 美国环保局仍发出警告 不要用这些餐具装食物 我们虽然偶尔还会遇到 合成食品色素的问题 但科学认知已经帮助我们 在生活中去掉了那些危险的颜色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世界隐藏的历史 太空的秘密 那些让你羞于其耻的奇怪身体问题 脑筋急转弯的谜语 等等的更多信息 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敬请继续关注 永保探索热情